今天是北京的最后一天 7点多起床 杨郑有事敲敬我 今天最后一节目 去天坛 往天安门的路上 不行啊,小型飞行器 新的北京火车站建设好后 这个就停用了 这个停用之后,曾经做过铁路售票处 又做过铁路职工的一个 看器的一个器院 后来2007年 就改为一个博物馆 就叫中国铁道博物馆 这个是英国人设计的 所以很欧洲 天安门城门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属于廣场的范围 虽然这个是边边 但它已经属于天安门城的范围 天安门城的范围 从正阳门战楼 又叫戴前门 一直到天安门城 黄色影 880米 然后从对面 中国银行的门口 到我们现在这边 处宿楼 880 x 544万平方米 我们来到天安门了 我们来到天安门了 1949年 电机 1953年 建成 就是纪念我们的人民英雄 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们进入了这个天坛的东门 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博物馆很热 大博物馆很冷 怎样呢 我看到了 我们由这个东门进入天坛 我们在困难 还要用一些处理 加温和压的方法 可能要通过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它才会慢慢的变形 有一条直的墓 变成一条弯的木 才可以用它做这些大电的梁 哦 四季十一个月 最短那层屋时下 是有十二条柱 象征一日十二个时辰 十二个时辰 象徵一年二十四個節齡 但是皇宮裏面最高的大殿 太和殿的屋頂 只有32.5米高 足足給皇宮的大殿 還要高10米 因為祭天儀式很隆作 要準備好多的祭品 除了有香 絲巢 金銀紙集成的金元寶 還有大量的動物 這些動物是豬、牛、羊 這個真是靚 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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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層是黃色的琉璃瓦 象徵皇帝 皇家的統治更靚 第三層是綠色的 象徵人間萬物 為什麼現在要改一種色 是後來被火燒 跟著乾隆的時候改的 這些金龍金服有四千四百幾條啊 在這裡拍婚照幾型啊 好離開天壇 很多人現在五腳多千塊 好離開乾隆 天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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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栋二 大家给一个掌声 好 完 再见 一开门 马上涌入去 没有位置坐 哇 你搬油 好晒 你看我也不容易 谢谢 好笑 好 你跟我一样 喝可言 你喝完相机 等一会啊 来 来 cart 乾杯 乾杯 耶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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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